当老婆给了我一笔玩车预算 看我怎么把这台法拉利搞得更帅 我跟你们说啊 自从结婚了以后啊 就没有什么机会再好好的去捣托一下车子 就是终于可以给你个26好好的换一下风格了啊 出发 哎呀 太开心了 浩哥 找你帮我设计一套涂装 多少钱 一万五啊 连贴 我拍个视频 拍个视频展示一下 那那个 logo呢 logo在哪里 logo 免费 走走走 那我选了 低调有内涵一点的颜色 嗯 好像还差点什么 搞定了 我就说296真的非常的适合浅色 比深色的好看太多了 这是他们的一个胡椒白色 那接下来才是最重磅 咱们来到了一个碳纤维的工厂啊 你看咱们的车这都是塑料 测裙也是塑料 这个后尾唇呢一大块的塑料 当时原厂选的时候要二三十个 这个真的是下不去手 所以咱们今天呢 把当时没选的东西啊 给补装回去 这绝对会帅多两个度的啊 哎呀 天总 我车都开过来了 这不得帮我整一套碳纤维 看人家大路数啊这个车 是啊 报个价了 有卡有卡 这老婆给预算了 可以可以可以 前唇车裙 后裙 后膝盖 总共七万五千八 不 那个 你们有没有那种logo的那个贴纸啊 贴一下 打个折 这样子啊 不太好吧 你算一下 那你到这帮我们做到宣传 可以 改装展要去的吧 跑赛道要去的吧 大家都看得到的 那行吧 那就给他安排一套吧 哦 不用折了是吧 赶紧 贴纸我现在很想贴 刚好 准备好了 哇 刚刚好哦 一张贴纸三万多 去哪都看得到啊 不亏吧 不亏 我的妈呀 这套东西也太帅了 看这些东西做的多精致 而且很轻 这些是原厂替换件啊 不是改装 呃 呃 呃 哥 你这搞车也没花钱啊 谁说我没花了 给我发五条鱼过来啊 我自己顶啊 哇 你们怎么 哎哟